非常感謝 加油 聽起來要溝通 終於有感觸 现在的七年男女 普遍是晚婚 当然这里面因素很多 不过有一个因素 可能是大家都认为 早婚普遍的婚姻 会比较不幸福 真的是如此吗 早婚只有缺点吗 而那些早婚的夫妻 他们又如何来维持婚姻呢 年纪小小就结婚 婚姻真能幸福吗 在这个普遍晚婚的世代 偏偏有人提早进入婚姻 年纪太小就结婚 会因此遇到什么困难呢 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跟她就认识 认识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妈妈开始就反对了 因为她认为说 她没有基基基础 她太任性 她也太小 她小过两岁 你可能是冲过了头 冲婚了头 对 为爱情冲婚了头 对 还心太重被训斥 媳妇不爽回想 刚结婚很年轻 然后就是自己也不够成熟 太爱玩 有一次回来太晚 然后我公公就说 你下班回来就要回家 你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要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媳妇啊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他们讲我 我就直接 年轻媳妇总被嫌 嫁进夫家超痛苦 我婆婆就有一次就是半开玩笑 就跟我老公说 跟小孩结婚 然后又再生小孩 你小孩这样怎么会养得大 婆婆就会觉得你是小孩 什么事都做不好 所以你不会有后悔吧 会 老师讲 会后 我们先来推演一下 大家的观念 是不是今天还是如此 题目就很简单 太年轻就结婚 婚姻普遍容易 不幸福 这句话同意吗 同意一起打圈 不同意一起拿杂 太年轻就结婚 她的婚姻普遍是 容易不幸福 有六成是反对的 但也有四成是赞成的 来 今天我们请到了婷威小姐 是结婚一年 那我们另外今天 我请到来宾婷婷 婷婷是 结束了一段婚姻 没错 所以我们要从您的两位开始 究竟这个想法 我先问婷威 这个这么多数的人 六成认为结婚太早 是不幸福的 你会不会让你紧张 你到目前结婚才一年 对 我目前结婚才一年 你是现在几岁 今年结婚的时候23岁 OK 所以说你紧不紧张呢 很紧张 很紧张 那我们来听婷婷讲 婷婷你也是大概在 日本留学回来之后 就很快的就认识了前夫 是 那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跟自己的原生家庭 跟自己的爸爸 有很多的冲突 那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 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自己可以独立 然后赶快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可靠的肩膀 可以把我往外一带 然后让我可以脱离那种感觉 当然现在回头看 其实爸爸是对自己 是对的 他只是严格了点 对 那时候是这样 然后突然间 你要跟一个人住在一起 其实呢24小时都要 粘在一起的那个状况下 你的 就是你有很多缺点 你都看到 而不是你眼睛回来看 我不讲你的讲他的吧 对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 原来你当初看的那个白马王子 原来是他也会放屁 他也会 生活的小节都出来了 对 对 然后他可能就是有很多事情 然后他 他要你帮他做什么 那就是好比说 其实因为我要 我等于要搬到他的家去 可是我自己本来也有家 那因为我想要这样摆 就是我搬到 我搬到前夫家的时候 我东西想要这样摆 他不要 那他 他觉得说 你的这个东西不够好 那他就直接就把我东西丢出去了 那又或者是就是 其实因为我的婆婆 就住在我的隔壁 那一直以来我很自由 那在那个 在那种状况下 其实我记得 还蛮辛苦的 对 因为你就是一个小女生嘛 你不太懂得跟别人相处的那种复杂 那时候 还是自己认得 顺着自己的性子来 因为也有可能是 因为我其实从小就一直在留学 然后我也自由习惯了 那你突然间你就是要 待在一个家里 你变成一个太太 不用道歉好了 如今事过境迁 如果你现在新婚 而以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心态 你朋友碰到了一个前夫 一个先生跟一个婆婆的家长 你现在会处理比较好吗 你觉得 我觉得会耶 你会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是 这个将军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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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你比较会表演了吗 以前比较不会做人 真的 做人的道理 以前比较自我一点 可是因为经过了 就大风大浪了嘛 所以说会 现在的自己会比较珍惜 说你现在得来不易的爱情 那我们来问问这个 其实新婚才一年的 这个亭威 你现在够成熟吗 我觉得不是成熟的问题 那新婚必须要 不管是几岁结婚都一样 你们需要包容 需要一起承担 以后的必须要面对的困难 他的智慧好像比我们高耶 没有 我跟你讲 他怎么讲得这么深奥的话 大家都会讲啊 可是遇到的时候 好 那我们就要问他实际了 大发火 请问 刚刚我们讲到 婷婷讲到很重要一点 刚结婚的年轻人 比较不懂得做人 你现在有跟婆家住一起吗 没有 可是我们婆媳之间 没有任何问题 怎么做 你有怎么做到的 嗯 牺牲是一定会有的 做每一个选择都是 都会有牺牲 然后会有好也会有坏 当朋友他们可能 为了自己的兴趣去学 然后可能说我想要出国去玩 看看别的世界 可能说我可以到澳洲去打工 可是 你走不了了 对 走不了 你觉得那叫不叫牺牲 这叫牺牲 可是以后我会比他们更幸福 为什么 因为啊 我现在先苦啊 以后就是会热 先苦后热 先苦后热 你有把握吗 就算没有把握也要有把握 你对他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 我也是觉得说 你当初有一些梦想 你可能就要停止了 对啊 你就放在心里面 然后就是为了家里 你可能就是要 你懂吗 你就是要做妈妈 你就是要做太太 然后你可能就要成就 你的另一半 那我 因为我现在反过来 我现在才在追逐 我的梦想 对 可是重点是 我有很多朋友 现在还在找老公 现在在动软 可是我的小孩 已经这么大了 这不就是他所说的 先苦后干吗 我以为啦 前半年喔 我自己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然后都不会去跟对方讲 我就觉得说 嗯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哪一件事情 譬如说 好 今天放假 我要跟朋友出去 玩到天黑再回来 对 我就是要这样子 我也觉得说 无所谓 反正 所以你去玩了吗 对 就去玩 回来得到什么代价 回来就是 看到一张臭脸 因为 先生就觉得说 你已经结婚了 啊 为什么你 你没有把我看在眼里 就是 你出门 为什么都不跟我 把我背 那为什么 不让我知道你去哪里 先生讲一句话 你就懂了就改了 就 当然就是慢慢会去想 就觉得说 啊 那既然是 两个人要走未来 以后 一辈子的话 你那时候 有没有碰到这种 像他领悟的那么快 嗯 我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那时候啊 可能就是 有点反骨 好 因为 其实大家也知道 对方他就是 比较 他比较大男人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他说了就算嘛 那所以说 呃 因为我遇到很多状况 也是跟 也是跟他一样 就是可能 我就不能出门 然后我也不能有 我自己的朋友 我甚至可能 讲电话都要 就是 就是 就是要偷偷讲 或者是等等 那我那时候 其实就很不平衡 那所以就累积在心里面 对 然后就是 慢慢的我就变成就是 因为怕有纠纷嘛 怕争吵 所以我就 也就不出门了 可是我们看到你们两个 是 我想到的是 为什么他在一年的时候 他就立刻 调试过来了 他自己 就能够去接受 他这个新的身份 我跟你讲 但是你刚刚告诉我们说 你可能有 不是那么容易接受这个新身份 因为我 有没有这个差别你们两位 因为我现在是过来人 而且我是 大家也知道我其实是离婚的 所以我可以讲心里的话 但是我在当下 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可能会说 好 我知道了 那我会这样做 我会做一个好太太 你有没有跟他一样去努力过 有 一定有 对 所以我现在可以讲说 其实当下那个时候 你有很多的选择 可能 可能现在对你来讲 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公平 嗯 我们这边我们从9号 9号的 Vivian她的婚姻 其实 呃 你的答案现在很简单 你的答案是告诉我们 早婚是不好的 不好的对不对 对 因为你自己的婚姻也已经 我是离婚者 我是唯一里面在做的离婚者 对 告诉我们一下 当初的早婚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22岁的时候 我跟她就是认识 在我们在那个KTV的大厅 大厅 就是所谓现在的卡拉OK 的大厅唱歌认识的 她唱歌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对对对对对 那这时候有偶像崇拜者 像我一样的 那我就我们就这样认识 认识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你们也是认识很短就结婚了吗 对认识很短就结婚了 对所以说 呃 这时候就是 当初的时候 妈妈开始就反对了 所以妈妈反对的原因是因为说 她不太喜欢她 因为她认为说她没有基基基础 她太任性 她太小 她小过两岁 所以说妈妈那时候 心里的想法就是说 呃 你如果真的要嫁 可以 那我不反对你 但是呢 你不要回来家里哭诉 不要回来娘家里哭诉 这是妈妈的最大的一个 给我一个重点 嗯 不要回来娘家里哭诉 OK 那我就是这样忍着 忍着婚姻 忍戴到 九年 离婚 同样的我们问一下 你婚姻刚开始的时候 你碰到了哪一些的事情 其实我的先生呢 他是属于 嗯 非常爱玩 非常任性 非常 不负责任 我讲的时候不负责任 就是说 所谓的 爱换工作 现在男孩子很多人 常常换工作 她是认为说 诶 我换工作是换 换自己的专长 可是她是 她 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她很会花钱 所以说 呃 呃 我的个性是 我会工作 因为那时候 可是丁丁 按照这样讲的话 你的先生可能在任何的太太 可能都无法长期忍受她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是啊 我忍受她一年 所以说我们要问的就是 那跟你的这个早婚之间 有什么关联 她可能是一个 真的不适合婚姻的一个丈夫 我在认识一年我就想要离婚啊 可是她不愿意啊 所以我才拖了 拖到九年才离婚啊 你为什么拖下去呢 因为我不认清楚这个人 然后我又不清楚她的个性 然后不清楚她的那个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身性又不定 最主要是心性不定 所以你觉得你的婚姻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你可能是冲过了头 冲昏了头 对 为爱情冲昏了头 而那个只有在年轻人事上会发生 对 只有年纪 只有那个年纪的时候才知道 菲菲菲 你现在碰到一个男的 歌声很好在大厅唱歌 你会不会跟人跑上去说 哇 我要我 哎呀 不会了啦 现在不会了啦 哇 老天 那现在唱歌唱得再好也没用了 对啊 我歌声也很棒啊 所以你 你归咎的在于 就是那时候 你没有对她足够的考核 对 没有 对 我就是要 那告诉大家 其实眼光要放大 然后妈妈讲的话要听 这是我的认为 妈妈讲的话要听 早婚往往都是因为一时之间的冲动 这是早婚者最大的一个可能的特征 那我们就问问她们了 我们从泳池开始 泳池今天是跟着妈妈一起来 你也算是一个很早婚的 我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而且你的老公年龄也比你大 大两岁 其实我们两个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一下 你的婚姻那时候 有因为冲动的因素吗 有耶 我觉得也是一时的冲动 但是 因为我们两个是大概交往一年左右 才结婚的 只是说可能 对方的个性还没有很完全的了解 然后就做了这个决定 但是 现在想起来是不后悔啦 虽然中间走了比较冤枉路 可能磨合期太长了 磨了大概四五年吧 嗯 对啊 到差不多去年开始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中间可能 你说你刚开始的四五年 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 是 因为 造成我们哪些事情不顺利 比如说我们两个性 其实都蛮硬的 反正他不让我 我也不让你 并不像以前说 欸 老公都会比较让你嘛 我老公不是那种 就是 他踩我一下也好 那我就要回敬他一下 我也要踩他一下 这样才高兴 就是 就是 讲一个例子好了 像 之前我们可能吵完架嘛 他走过去 就是要踩你脚一下 很像小学生 欸 你超限喔 欸 你不能超限 这样子 就是 可是我们相处起来也满乐趣的 就是 他是属于那种搞笑型的 啊对 可是我也 其实我也蛮能接受他搞笑型 因为其实 相处在一起 还是要互补啦 但是我们两个个性真的很硬 就是 常常吵到就是 离婚要挂在嘴边 对 是不是太年轻的夫妻 会容易 就是 动不动就冒出离婚两个字 会耶 因为 就觉得 我人生就很快乐 为什么要跟你相处得这么痛苦 对啊 会啊 而且我常常说 直接跟他讲说 你明天请假哈 我们明天互正事务所见 对 离婚常常挂碎边 这种婚姻 她们是怎么维持下去的 最欢迎公司 做好更多事 大家好 我是班杰 大家晚安 我是湘涵 现在是2014公事 岁末电视募款周的Live现场 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第五天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给我们一句加油打气的话 我们都会把它秀在荧幕的下方 跟大家分享哦 现在拿起那个电话 拨打0226339922 0226339922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 荧幕右下方的QR Code 或者是邮政话波 线上捐款传证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Oh yeah 现在呢 是开心的时候 为什么呢 听说一个漂亮的 金中奖女主角 要来现场 让我们欢迎隐欣小姐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隐欣 捐款共事 做好更多事 首先要先恭喜隐欣 你今年以这个人生剧展回家的女人 得到了迷你剧局的女主角奖 对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戏 还有你所扮演的角色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就是一个女人在十年之前 离开她的丈夫跟小孩 然后十年之后 这个自私的女人 怎么又突然地回到她们的生活里面 就是一个关于爱跟和解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演的角色很自私吗 对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对啊 本人不像喔 这又是影迹咯 那听说去年的这个权力过程 也拿了很多奖对不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呢 权力过程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戏 一个故事 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也是你吗 对 对 感觉也很不像喔 也很不像 所以演技就是不在话下 对不对 一级半了 对 她就是很会演的 除了演以外 听说她也会编剧 编剧 编剧 对 是 她第一个金钟奖是哪 编剧奖是不是 对 我的第一个金钟奖 是跟陈惠玲导演一起 我们经过了公共电视层层的就是 对 筛选 然后第一个剧本就拿到了公共电视的帮助 然后我们拍了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然后那次拿到金钟最佳编剧 我想是我跟惠玲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是 所以公共电视真的给大家很多的平台 像影星小姐就是在表演上啊 创作上都很有发挥的空间 那今天外面天气这么冷 你怎么会愿意来现场力挺我们公共电视的募款呢 其实就是公式一路陪伴我 然后也一路给我很多的机会跟训练 我希望可以帮公式募一些款 让公式有更多的资源 可以来帮助很多年轻人或是新的导演们 可以来说他们想要说的故事 非常谢谢影星小姐 她都现场来到这边力挺我们了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还在等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 捐款给公共电视有什么回馈理要给大家呢 捐款1000元可以获赠好市年年的自动折散 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哦 捐款2000元要赠送给您 2015公式日制桌立组以及多功能的技步器 捐款2500元要送给您 翻转教育2.0的书艺本以及两片DVD 捐款5000元可以获赠黑色健康手环一个 另附赠表带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哦 如果您捐款1万元可以获赠李纯仁的 王者之风御用虎祖精致大方 送领自用两相宜 捐款25000元可以获赠留言创作的 傲视群伦琉璃作品一件 明年是羊年象征吉祥如意哦 25000元的观众朋友 还要加码送给您这个江蕙 戏梦演唱会的DVD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捐款金共事做好更多事 是不是太年轻的夫妻会容易 就是动不动就冒出离婚两个字 会耶 因为就觉得我人生就很快乐 为什么要跟你相处得这么痛苦 对啊 会啊 而且我常常说直接跟他讲说 你明天请假哈 我们明天护证事务所见 在第二天早上呢 第二天早上他就很早就出门了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都想逃避一下 互相给一个台阶下是不是 没有人真的会去吧 还是真的你有认真的 几乎快到了边缘吗 我自己曾经有一度 真的是这样想 可是我看他去上班 我想说 他可能没有那个意思 他就是 其实男孩子本来就要面子啊 就是我又是北巴 就不给他面子 有没有 其实后来我 我现在跟他相处起来 我也会尽量给他面子 因为我们其实大概也都 多多少少这么久了 应该也了解对方的个性啊 所以刚开始那段时间 你觉得你比他冲动一点 对啦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个掌上民族 从小爸爸妈妈都是很疼我的啊 那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早结婚呢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 就是一时冲动想说 冲昏了头 对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他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他 我去哪 他从来不会说 你不能去 只要跟他讲 其实他对我还蛮信任的 但冲昏了头 我们既然冲昏了头 但是你的婚姻到现在 已经多久了 差不多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渡过危险期了吧 对 渡过危险期 现在不会早上要去 部政事务所了吧 不会 不会了 OK 那你觉得你这些能够度过 你是抓了什么原则 能让他度过的 呃 我们自己双方真的都有成长 然后也变得比较成熟 就是 比如说 之前有时候就是 其实 当下很气 你会很冲动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看到 突然小孩子走过来 妈妈 爸爸 我们当下气可能就消了一半 因为你对这个家就是要有责任 你不能说 今天凭着自己的喜好 哎呦 可是还是要为这个家努力 因为你总不能 你希望你自己小孩 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 因为这都不好 因为我自己是在一个 很健全的家庭长大的 时间熬久了 就会过来了吗 我觉得我先生 其实他也是真的很努力 因为其实他个性 还蛮冲动的 可能一时他就是 他的情绪 可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他就会 可能 他也不是那种加巴 他就是那种很像那种 小孩 就是他可能一冲动 都东西往你身上砸 但是他不是那种意思 他只是 情绪没办法控制 可是 像事后我跟他讲说 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我今天也是 爹娘生的掌上民族 怎么可能受你这样的 他会觉得有什么好委屈 他会觉得是 好像是你自己造成 可是事后我讲 其实他有听进去啦 然后变成就是说 他也在慢慢修盛他的个性 因为其实 就是双方真的是 这样一步一步 慢慢的 就是成长 那我要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部分的情况是 谁要让谁 我们谁都没让谁 谁都没让 那一定冲突起来了 怎么会随神人 我后来其实我婆 跟我讲说 如果真的他儿子 他也自己很了解他儿子嘛 他就说 不要理他 就是不要理他 就是让他 就是看到抽烟啊 还是干嘛的啊 反正我们就回我们房间 因为如果两个人 僵在那里 真的是 幻影子你觉得 你让的比较多 对啊 我就想说 也会喔 就其实也曾经有凶过他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真的还是要忍耐 因为双方本来就是 要互相忍耐 因为可能上辈子欠他的吧 对啊 因为常常有时候电视上 他听了一点很高兴 问我们妈妈好了 妈妈你看看你的女儿的成长吗 在这婚姻里面 我女儿啊 这个婚姻我妈妈是不同意的 她比较小还没有经济 她大学还毕业就要结婚 我就不同意啊 就是她经济还蛮稳定啊 我女性又蛮有繁殖啊 我怕我女儿嫁出去会吃苦啊 所以女儿这么年轻结婚 你觉得如果她稍微晚一点结婚 晚一点结婚 会什么不一样 就不一样喔 什么不一样 会帮忙妈妈 会孝顺妈妈 现在赚钱就不会孝顺妈妈 她要演女儿啊 她要演她女儿啊 就不会孝顺妈妈 真的吗 真的啊 妈妈想得有道理吧 我说实在话啊 就说实在的啊 她没有嫁老公她就会 就会为我家庭付出啊 妈妈讲 妈妈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还没结婚 那我们可能家里就比较能 如果有什么状况 我还是住家里嘛 那因为我们现在结婚 当然是跟老公住在老公家 或者是我们现在是搬出来自己住啦 妈妈的想法 其实她也没有什么恶意 她只是觉得说 因为我爸爸走得比较早 所以她本身就是会 比较没有安全感啊 她觉得我是家里最大的小孩 所以她会有种 好像我的宝贝被人家抢走 我的依靠在哪里 本来可以让你多陪她一点的日子 对… 因为她有时候就说 她也会很常吃醋啊 就说 如果我对我老公有 对她一半好就好 其实她是 就是 会吃醋啦 因为毕竟 就是 因为我 她真的 我妈很疼我啊 其实之前 她也跟我 她有一度也 欸 因为我其实不太敢跟我妈讲说 我跟我相亲生 因为我怕她会担心 再来就是 这个老公是我自己选的 那 她当初也有劝我说 不要这么快 是我自己坚持 那 我觉得 我就不应该再造成她的困扰 就跟她讲到她的担心 其实她也是在担心我啦 就是 其实 嗯 天 天底下 然后我 爸妈不担心自己的女儿 就嫁过去不会 所以你撑过来的 走过这些时间的力量 有一个因素应该是 让妈妈不要担心 对 我觉得让妈妈不要担心 加上是 我觉得我对这个家有责任 对 真的是 对这个家有责任 而且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子 就是 没有爸爸 现在你找到真的爱了吧 是啊 应该是吧 是啊 这样 那现在妈妈这边 你还有办法去弥补她一点吗 有啊 其实我们家就是 我老公说 我对你很好啊 你看我们家买在你娘家附近 大概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 我觉得 我老公他觉得就是 我已经很让步了 住在桃园 就是没有住台北 她觉得说 她已经对我超好的 就是你想回娘家 你就回娘家 多近啊 说你看我想看我妈 都没得看我们住桃园 她会这样 妈妈说你只改了一点点 我都觉得 你可能改了很多了 已经 对啊 我妈 都是对自己小孩 比较严格啦 这一定要啦 不对小孩严格 严格 那小孩怎么会 越来越好 我觉得我妈妈就是 爱子欣缺啊 对 因为我自己也有经验啊 就是 因为之前有 有一点争吵啊 还是说有一点意见不合 其实 我前夫他就是 马上会让妈妈知道 然后会 其实会让我有点 有点 有点没面子 有点难做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其实我家人啊 他其实就是有跟我说 就是 你那么早结婚没有关系 但是 这个丈夫是你自己找的 如果你今天发生什么事 你千万不要回来 跟我们哭诉 还是说你要搬回来 因为这边已经没有你的房间 那所以 我其实不太敢跟家人讲什么 就是发生 就算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是吵架啊 我都不敢讲 就是都 就是要很好这样 那 嗯 其实自己会有一点压力 坦白讲 那所以说 我觉得原生家庭的支持 跟 就是 适当的给自己的老公 就是 让老公在自己的家人面前 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 我觉得是 很好的一个做法 基本上我们谈的好像都是做人的道理 真的 我就说真的要会做人啊 对 我好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自己想的比较多嘛 因为我现在会回头想 我以前可能是稍微任性了一点 那可能我前夫也稍微任性 如果我们当初都很会为对方想 也很会做人的话 应该会很和谐 就在那个当下 青春少年少女时 对啊 那就只能奔放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想谈恋爱 你没有想象说你原来结婚还有柴米油盐 还有小孩 对 还有钱 你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上长辈都觉得 大家要晚婚的道理 小阿姨 你也有一个小孩 也是属于早婚的吗 我女儿25岁结婚 但她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对 所以你应该跟我们讲的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她25岁的时候认识我女婿 认识一个多月 她就跟我说 妈妈 我要电风了 我被她吓到了 你才认识一个多月 你对她的家庭 完全不了解 因为我们住永和 她住苗栗 也许她是住在乡下 我们是住在都市 生活圈完全不一样 我说那你最起码要认识有两年到三年 互相了解一下 她可能是当美容师 她们的老板娘结婚很幸福 所以她可能看了那一面 所以她也希望说她自己成立一个家 那我不管我怎么去跟她说你啊 你还不要结婚 可是她就是因为爱婚了头 因为她以前没有交过男朋友 所以她第一个我女婿很帅 她可能看到我女婿就婚了 那你会把这些话再跟你的女婿讲吗 都是你当初15年前 真的不要太看外表 我告诉你 她还没有跟我女婿订分喔 可能她要是说带我去她家 我可能绝对不会让我女婿结婚 我女婿不敢带我去 她订了分才带我去她家 就开吃开吃开吃看到那个山上 哇我看了一栋房子好漂亮很豪华 我心里想哇这大概就是我亲家的房子 我好高兴 我在台北生活压力很大 我可以来这里度假 我就说女婿这间是不是 我女婿说不是 再开开开开了10分钟 我又看了一家好豪华的家 我说女婿这一家吧 她说不是 又不是喔我想等一下会有更豪华的 哈哈哈 结果开开开开 到了一户 又矮又小不点的房子 我看到我差点晕倒 我就下定决心 回来我就跟她爸爸说 我说我 女儿说哈哈哈哈这就是 我看到我差点晕倒 我真的我看到差点晕倒 然后后来我就跟她爸爸讲 我说喔那个亲家喔 她当初来提亲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也是做小生意的 我没有什么嫁妆给你 只希望说我女儿很乖 然后你娶去好好的善待我女儿 我没有拼金 小阿姨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年轻人很多的时候 在她们成婚的时候太年轻的话 她们会做一些不成熟的判断 对 她们会对一些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换言之 你觉得如果你女儿稍晚一点的话 她可能就不会找上这个女婿了 不会不会 但是我们也要问 她们走的这15年打拼的过程 难道一点都不值得吗 难道她们两个的相亲相爱 她们两个共同的坚守 而打造这个家庭的过程 难道你觉得都不值得吗 因为她们家喔 将近十个人住在一起 然后公公婆婆都没有钱 但是她们没有钱 兄弟姐妹感情是很好 她们十个人住在一起 我女儿说只要她 冰箱从来不会有剩的菜 她说她买的菜 煮 时间到了 大家就回来吃姐姐姐夫 那你女儿去那个大家族 她能够适应得了吗 适应不了 因为她觉得 我女儿来讲她觉得不值得 她觉得不值得 对 因为她现在 是你觉得不值得 还是她觉得不值得 我也觉得不值得 两位都不值得 对 那这婚姻怎么会维持了十五年呢 也 可能是我的思想才保守 我是 我觉得离婚两个字 就觉得很没面子 女儿也觉得 但是 那女儿爱不爱你的女婿呢 以前是可能爱 现在可能 因为摩擦了十五年 一定有那个摩擦 那我都不敢问了 所以你告诉我 你对于这种所谓的 很早婚的婚姻 你是不看好的 我是希望说 如果要解分 第一 你要有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两个人的嗜好要有 很接近 两个人的观念 也要很接近 所以跟年龄都没有关系 年龄没有关系 他们差两岁而已 但相对于年龄很轻 就有经济基础也很少见 除非 除非是富二代富三代了 所以你觉得很简单 就是年龄 其实也牵涉到很多相关的因素 他们的见识 他们的经济基础 都跟年龄有关 我们这边还有两位找婚的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替找婚的 多讲几句话 我们从真问开始 我觉得太早结婚不太好 不太好 对 真的不太好 你结婚现在多久了 快五年 快五年了 OK 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刚才结婚也是冲动吗 一半一半 一半是因为想要逃离原生家庭 嗯 然后一半就是冲动这样 对 然后 不好是因为 太年轻 然后没有什么经济基础 就跟先生结婚 因为我先生大我十岁 嗯 那我婆婆就有一次就是半开玩笑 就跟我老公说 你就跟小孩结婚 然后又再生小孩 你小孩这样怎么会养得大 媳妇太年轻 婆婆好嫌弃 受到这种委屈 先生能帮助他吗 肯定国家公园 他拿来帮他保育 他说 太多烦烂了 地背的一些幼苗 还有一些草本 几乎都被他啃食得差不多了 那你说两千头他算多吗 两千头甚至比英华公园还好 他可能只比台湾那些多一点而已 今天晚间十点公式我们的岛 转角步道路 小朋友 动手玩科学游戏本来咯 搭配百变小露露科普动画 将和你一起探索自然与趣味科学 想想蝴蝶是怎么觅食的 了解香蕉如何生长 观察黄色碰到蓝色之后 会产生什么新颜色 好玩有趣的游戏 都在公式的 动手玩科学游戏本 欢迎老师和家长们上网申请 别让孩子错过有趣的学习机会哦 你就是这个人 卖了世界 只是错的人 她不能够接触机器 你想什么 这女孩 这女孩 这女孩都没有游戏 她还在那里 卡特 我告诉你 那女孩变怒了 坏译译 一半追踪第二季 今天晚上十一点 就在公式频道 不好的是因为太年轻 然后没有什么经济基础 就跟先生结婚 因为我先生大 我十岁 那我婆婆就 有一次就是半开玩笑 就跟我老公说 你就跟小孩结婚 然后又再生小孩 你小孩这样怎么会养得大 怎么养得好 然后听起来就会有点很伤心 可是你又不能回她说 怎么可能会养不大这样子 对 对 那你当初跟着先生的结婚的时候 没有想到后面这些 经济条件这些是一些事情吗 比较少 就是想 你的父母庭没有提醒你吗 有他们有提醒我 他们很反对 非常的反对 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来反对你 就跑去我先生的公司闹啊 然后就 说 叫我们分手啊 要不然他们就要找警察来啊 对啊 那你们俩怎么还分不开呢 是未成年吗 然后我先生就 回我爸妈就说 我都已经说 你女儿都已经十八岁了 都有自由恋爱的能力 你这样叫警察来也没有用 所以他们就也放弃 然后他们就想到很多方法 就一直打电话给我 可是我都不接 然后到最后我就是 就很烦了 我就干脆就换手机 门号这样 你的婚礼办得怎么样呢 我没有办婚礼 我就直接公证 因为我 有打电话跟我妈说 我想要结婚 然后请他们就是 跟他们要户口明簿 可是他们不给我 然后不给我 我就想好吧 那我就 偷偷就直接去公证 公证完之后 那个护证事务所 就有通知他们说 我的户口签出 请他们来换 那个户口明簿 他们才知道 公证结婚不需要户口明簿 就是拿不到 因为我已经成年了 你成年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对 所以就直接去办公证 所以这一切的过程都不顺利 那你的婚姻开始的 我们刚刚讲到的 五年我们先讲 前面两年办好了 怎么样过的 很辛苦啊 因为 婆婆就会 觉得你是小孩 什么事都做不好 就会找你麻烦 那你老公呢 有没有 我老公刚开始就是 会不以为意 就想说 不要理我妈啊 什么的 可是 听在我心里会很难受 就是因为你是小孩 而且公婆会不认同你 就是 把你当做小孩 看什么事情都要做好 然后再叫你来 那你老公可以多帮帮你啊 他有没有帮帮你 不然你在你婆婆面前 或在他家人面前 就会比较少 以前会比较少 就是想说 反正过了就过了这样子 可是就是心里会很难受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跟他讲说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不舒服 就会为这种事情吵架 对 有冒出离婚吗 有啊 就会很常就说 如果你觉得我不好 那我们就离婚 然后我也觉得你妈妈也不好 那我们就离婚 就三不五十都会离婚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想说 有了小孩就 也不想让小孩就是 没有爸爸 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 那我想说 好吧那就再忍一忍这样 后两年半慢慢开始 有没有像我们其他的来宾所讲的 自己的心境开始改变了 有就是会想 要想办法调试 就跟老公就是比较好一点 可是 怎么调去告诉我们 你调整的过程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 你用什么方法来调 你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改变自己的心理想法 就看到 看到老公就是吵架 然后就不理他 然后就跟小孩玩啊 就是靠小孩 就叫改变啊 就靠小孩来调试心理 就想说 小孩还这么小 而且还两个了 哇 这叫妥协吧 对啊 你就是不理他了 然后就想到 我有这两个小的小生命 然后我就这样子 然后就看谁先低头啊 就看谁先跟对方说对不起 可是 我是那种不踢头的那种人 可是后来我老公就会说 好啦对不起是我错了这样 他比你年龄比你大嘛 对他比我大十岁 对啊 那现在告诉我们 最近的情况 有没有好很多了 最近 好一点点 然后像我们昨天 又有 又有点增值这样 不因为上节目的事吗 不是不是 他没有反对我上节目 那吓死我们 是小朋友的教育问题 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是比较严格 然后我对我的小孩也比较严格 然后他们家 他们家是就是比较半开放式的 所以他们觉得无所谓 那我对我的小孩就严格 这个事情不能做错就是不能做错 可是我老公就觉得 这没什么 因为他们是小孩 就会为这种事情吵架 所以你不会有后悔吧现在 会 会 老师讲会后悔 你后悔哪一件事情 后悔结婚生小孩 就多后悔啦 因为你很多事情 还没有经历过 你就已经结婚了 然后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什么 结婚那种宴客方式啊 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公正 你这话也跟你先生说过吗 你后悔 有 有 我跟他讲过 他怎么回应你 他就说 他就说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把那些钱 拿去买喜饼啊 然后宴客啊 那些钱 你为什么不想说 给小孩子 给小孩子 因为你后悔了好像不是那个事啊 就是 我想说 为什么他 他不会为我想一点 这样子 的确没有替你在想啊 对 这个婚姻 你接下来要准备怎么走 就是 彼此 彼此要退一步吧 退一步 因为我还 我现在还是很冲动 就是比较自私 老实讲 是这样 然后他就是会不停地忍让我 对 总之你有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吗 我觉得 其实啊 在老公面前 真的要给他面子 你给他面子 其实 很多事情 就是 迎乐姐 不需要任何的 去讲什么 对啊 像 我觉得我老公是真的很爱面子 那 我也有时候 也是真的会不给他面子啊 因为 我也有我的底线啊 不可能我每次都让他 但是为了维持这个婚姻 我还是会有做出 必须让步的那种 这个动作 让步是不是年轻的太太 你们最难做到的事情 嗯 应该很难耶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就是我要让你 那 是因为我比较爱你 还是因为你不爱我 所以你不让我 我会这样想 可是我婆婆 她在旁边 我们这个年龄 对不起啊 我看觉得人生让一步 就有什么关系呢 对 像我婆婆跟我讲说 她其实 她都会一直跟我鼓励说 欸 其实 欸 我老公很爱我 只是 她不会表现出来 其实我有发现 像我生病的时候 她比谁还紧张 但是她那种打死 就是 不关心的那种 好像觉得我们不重要 其实我们要是真的不在 她可能会哭到天荒地老吧 我的泳之走不见了 所以 你觉得你要不要 你刚刚讲的 你 双方要互让一步吗 要 因为她 都是她在让我 你比你五 你觉得你比你五年前 有没有改进 进步了 一点点 一点点 对 还不够吧 就是 但是 会长吵架的话 就还不够 长吵架这个问题 能不能解决 长吵架到最后 是不是这个 婚姻真的会造成很多的压力 会 而且就是 其实我刚刚听了大家讲 大部分都是女生会妥协 可是 男生他觉得他让步 让很多 可是 其实在婚姻里面 通常是女生在忍让的机会 比较大 因为女生有小孩 所以说你说说到离婚什么 其实到了有小孩之后 通常女生就已经会 慢慢的闭嘴了 我也觉得我们刚刚讲的 就四十分钟 大家归纳起来 好像是容忍两个字 都是在每个人的身上 他们都是某方面做了 不同的妥协跟容忍 对 辛苦了 对也就是说 其实婚姻啊 到最后啊 就是都是在忍让 真的 对 容轩你也是在容忍中 一开始的时候是啊 都要这样子啊 是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刚结婚很年轻 然后就是 自己也不够成熟 然后比较不懂事 妳在婚姻那时候 是年轻的是为什么 这么年轻就走上婚姻 因为那时候就是 也算是冲动比较多 对 然后就是 对方也是 好像比较急着 要把我娶回家这样 对 学校你们都说冲动 你们现在看起来 一个比一个冷静 都经过那个岁月的洗衣衣 都是为人母 把你们训练 折磨成这个样子 对 真的是好可怜 就是 对方也比较 他大我七岁啊 所以他也比较 比较成熟稳重 那 我们比较磨合点就是 因为我 太爱玩 就是 太爱跑 就对 你跑到哪里去 你怎么玩 就是年轻的时候 很多朋友啊 就是找我啊 就是做一些年轻人活动啊 那我都会去啊 然后呢 有一次回来泰湾啊 就是那时候住公婆家 然后我公公就说 你下班回来就要回家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 什么的啊 我们要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其父啊 嫁到一个传统家庭 年轻媳妇真的能够适应吗 全款挺公事做好更多事 大家好 我是班杰 大家晚安 我是湘涵 现在是2014公事岁末 电视幕款中的live现场哦 在我们电话区 有我们美丽的金钟奖得主 隐欣小姐 我们接听电话 我是隐欣 全款挺公事做好更多事 在这一段呢 亲职专家杨丽荣 她特别提供了十套 青春期SOS的书 欢迎大家赶紧打进来 只有十套而已 好 谢谢隐欣 大家在等什么呢 赶快拿起电话拨打0226339922 0226339922 打电话进来获得加码礼哦 来到我们现场的呢 要欢迎我们最幽默风趣 话最多的陈信聪 陈大哥 信聪哥好 湘涵你好 班杰你好 信聪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信聪 我话真的没有很多 真的哦 一点点多而已 可是你主持有话好说耶 信聪哥我想问你 像最近社会上发生这么多事 比如说食安 学运的问题 有话好说应该报导很多 对不对 有耶 318学运的时候 我还睡在议场里面睡一个晚上 睡得腰痠背痛 然后像食安的部分 不管是舒嬅机也好 黑心油事件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用最大最大的篇幅 去报导这些相关的议题 可是就很厉害啊 每一次重大事情都发生在礼拜四 我就很气 很气 对 因为有话好说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对不对 是要如何 所以没办法报导耶 对啊 就很气啊 他就是没办法 就是回家深闷气睡觉这样子而已 要登到礼拜一才能报导 你看哦 拜四 拜五 拜六 礼拜 又拜一穿打到那边就练起了 对 其实应该在最关键的时候 第一时间提供重大讯息 可是就是礼拜四没觉 但是没关系 因为信聪哥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就不会生气 深闷气了对不对 因为明年1月1号 刚刚好就是礼拜四 从1月1号开始有话好说变成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八点 继续播出这样子 哇 那这是一个变化 对 要锁定哦 那是不是有别的变化 比如说可能追踪都报导更多啊 查得更深入呢 或是这一类的变化 有吗 这样其实因为我们人比较少 然后我们这一组其实只有五个人 所以其实要应付这些议题其实很辛苦 对 那可是在1月1号之后 我们人会稍微多一点点 大概多四个人 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多的这些追踪报导 或是深入的一些分析 就是比较规划性的东西 应该会比较大量的出现 譬如说 茶叶这一部分 是 蔬菜这一部分 到底茶叶蔬菜 有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对 吃掉会中感觉 是 那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委托 像是美和科大 SGS 这些来去做一些检验 是 或许可以给观众更多重要的资讯 哇 听说信聪哥为了这个准备 已经以公事为家了 对不对 还有床在这里了 床其实两三年前就已经在 我是在那个很幽暗恐怖的地方 有一个行军床 好的 谢谢信聪哥支持 我们也请大家 用行动来打电话捐款喔 一起来看看 捐款的公事 有什么回馈礼要送给大家 捐款一千元 我们将回馈给您 公事纪念保温屏 捐款一千两百元 你可以获赠 你在浪费食物吗的DVD喔 捐款两千元 我们会回馈给您 林杰良医师的著作 生活中的读套书四册 教大家如何健康的生活 捐款三千五百元 可以获赠李宗盛李信宇感性的 音乐会两片CD 以及两片DVD 捐款一万元 可以获赠李存仁王者之风的 御用虎祖 精致大方送礼自用两箱仪喔 捐款十万元 可以获赠刘原创作的 耀羊琉璃作品一届 琥珀蓝绿剔透 呈现耀羊的气魄 还有还有 捐款十万元的观众朋友 要加码送给你这个行动笔电包喔 好的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做好听公事 做好听公事 是 年轻的时候很多朋友啊 就是找我啊 就是做一些年轻人活动啊 那我都会去啊 然后呢 有一次回来泰湾啊 就是那时候住公婆家 然后我公公就说 你下班回来就要回家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 什么的啊 我们要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其妇啊 我就 我就有点吓到 我想说 欸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那时候没有怀孕 也没有生第一个啊 为什么不能出去呢 而且我朋友找我啊 然后就是 当下就有点小争执 就有点不爽 这样之类的 然后啊 就是 公公婆就讲完之后就走 那我就是 后来他们有类似的情形发生 然后就跟老公讲啊 老公说 你就多人啊 你就 只有听又有出就算啊 没关系啊 你就 就是 随便他们怎么讲之类的 对 所以你没有立刻改 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改 所以你跟婷威又不一样了 婷威那个晚上出去的 老公一讲他立刻就改了 这其实很难耶 再不改的话 真的 会吵起来 吵起来 我觉得 完没了了 婚姻 就是 就是 一干亲 但一直吵 一直吵 一直吵 吵到后面就会什么都没有 那龙轩你有没有做什么忍耐的事情 有啊 就是 就是 后来就是想说 诶 就是自己要 比较包容对方 然后就是 什么事情让你突然觉得这个包容重要了 其实生了孩子之后吗 什么事情 我觉得生了完小孩子之后就是自己 心态上就是会调整很多 就是 会比较为家庭想 然后为小孩子想 朋友来找你 你也不出去了 就叫朋友来我家喝茶这样 对 沙子姐老了十岁 不会 就是也可以带小孩子出去走 就是走的地方可能就不一样 就是有一些 那老公有没有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争吵 一开始的时候是 就是住在公婆家 就是婆媳那方面的问题会比较 比较多一些 对 他们看你也是小孩子一个 对 因为那时候也是很年轻就结婚 他就觉得说 诶 我都不懂事啊 什么都不会啊 然后就是做人也不够圆滑 然后就是很 就是突然就是 就是个性很暴冲啊 对 对 你有得罪他们什么事吗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他们讲我就直接呛回去啊 我就摔你们之类的 这很精彩啊 对 然后就觉得说 诶 那我老公就说 诶 那你就是要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 像水一样嘛 像水一样 直到哪个环境的时候 就变成什么样的 要融入 对 要融入 就像我 他说我像一 他说我像油一样 就是 油一样烧起来 融不下水啊 就是没有办法融入 不融圈你刚刚讲到有个字很有趣 嗯 你现在圆滑了吗 我现在有比较 圆滑 就是经过那个岁月的洗礼就是 有比较稍微 比较做人 比如说你在家里什么事圆滑了 就是 现在做人做事都比较会去 为对方着想啊 嗯 然后就是 对人也比较 好 这也是婚姻把你们 把你们训练的 把你们整个 及早的让你们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 你能不能觉得 你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学会别人30 或者40岁 他们才懂得人生的道理 然后你们已经有孩子了 然后你们的身体 还是很健康 而且眼看了再过十几年 孩子都会长大了 你们还是很健康 而且可能更圆滑了 人生道理更棒 你们不是很 这样是不是很精彩 我觉得这样蛮不错的 你有想过吗 对 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蛮好的 对 你的十几年之后生活 你要怎么规划 告诉我 就是 你把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完成啊 你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 将来有什么梦想 就是蛮多的啊 你要出国啊 或是你要工作 或是事业 家庭都可以兼顾得到啊 对啊 因为想 找婚的好处 对 我觉得找婚的好处 勇姻你有想过吗 你的未来 其实比很多人 真的是苦经刚才在后面呢 我觉得有耶 像我现在小孩子啊 真的已经 蛮大了 差不多五岁 然后 我觉得是 可能 差不多在十年 其实我已经很轻松了 小孩子也都该上高中大学啊 其实 我未来可以跟我老公 可能 我们两个可以环游世界 她说她要去埃及金字塔 我说我不要 我要去法国 德国夏平 我跟你不一样 她说她要去 她说你去那个没有意义啦 她说那没关系啊 我们就是一起啊 我陪你去你要的地方 你陪我 我想去的地方 但不是很好吗 因为 小孩子大 我们也可以放得下心 就是 变成说我们可能 差不多 四十几岁就可以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小孩都大了 对啊 不用等到五六十七八十的走不动 那 出国也没什么意义 实际上 对啊 你们还在非常人生 黄金的岁月 就已经完成了这么多 曾文所以 从这点看 有好过一点吗 会 后来想一想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 我 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 我小孩已经成年了 你看你多年轻 我就 可以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他们事 然后我可以跟我老公就是 想去拿就去拿 对 就再忍个十年 就够了 你什么 你什么都有了 那庭文你现在 听了他们 你觉得 早婚这件事情 还是那么美吗 嗯 也不尽然 都是这么美啦 因为 所以你劝女孩子 他们有选择的 要不要早婚 我看到一个很相爱的男人 我确定我跟他很相爱 也许别人眼中我就叫冲动 那不管那么多了 他真的碰到一个相爱的男人的时候 你觉得要不要 那就 早婚吧 真的 然后 跟你们走经历一样的路 我跟你说 因为 我有一个朋友 那时候 就是闲聊 他就说 我就跟他讲说 啊我算命的啊 说我要晚婚啊 他说 哎呦你不要听算命讲的啊 算命说我要过三十岁才能结婚 结果呢 嫁得更糟糕 更惨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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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真爱的就 嗯 不要执着 你是告诉我们不要听算命的 好 好 所以你觉得 遇到真爱 不要顾虑自己的年龄 对 早婚 其实可以有很美丽的事情 是的 好我们问问大家 相爱的男女 尽可能 不要早婚 这句话 你同不同意 刚刚从婷威的说法 那是另外的完全相反 但我们的命题是 相爱男女 今天听了很多 他们都承认 某方面 有他们的不便利之处 因此相爱男女 是不是尽可能 不要早婚 同意这句话的 请拿圈 不同意的请拿插 六小号同意 来 九号有什么意见 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相爱男女啊 其实我觉得谈恋爱 就可以磨合 磨合两个人的经济 然后磨合两个人的脾气 磨合两个人的个性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 三十岁 三十岁左右不算早婚吧 老师的看法呢 我是完全反对啊 我反对相爱 就不能早结婚 所以说相爱的人 你觉得他们可以早婚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磨合了七八年 就干脆分手啦 就不需要结婚了 或你找不到结婚的理由 所以结婚本身 它需要一点点冲动 要冲动 要冲动 与其等到后来不知所云 还不如早一点 等到爱都没有了 对 好 天天告诉我们你的经验 其实我自己也是耶 因为我 我虽然离婚了 但我坦白讲 我曾经有想过 我会不会后悔 我不后悔 因为其实没有 人生的必经过程 对我来讲 如果没有那时候的自己 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所以说 而且在那么年轻的时候 你才可能有那种 撕心裂肺的那种感情 你知道 你才会这么投入 像我现在 就是 因为我马上就要再进入 另外一个婚姻 可是 我这一次就非常的慎重 非常的严格 然后我看的方向 其实都有一点 嗯 就是比较old school 一点 就没有像以前 这么冲动 可是 那个时候 就真的 你真的是爱 你就是不管了 就是爱 但是现在 就真的不一样 现在你的现实面 会考量 比较多一点 所以 我也认为 如果你可以 找到你心目中的 白马王子 还是说 你觉得 各方的条件都符合 然后 你们真的这么爱的话 其实我还是认为 结婚很浪漫 好羡慕那些真爱的人啊 而且 又年轻的人 祝福你 真的是 真爱 请你自己掌握好 谢谢您 也谢谢您的 祝您全家幸福 再会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公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